宜蘭縣這處停車場停滿車 但卻被客戶控訴 業者補班日週六 以及彈性放假的平日 都是採用假日收費有時公平 有民眾承諸平日月租方案 月絞一千兩百元 業者今年將補班日視為假日 需要多收取假日停車費兩百四十元 民眾得多付錢好氣氛 對此宜蘭縣交通處表示 公立停車場補班日會以平日收費 另外看看雙北地區公有停車場 像是這週六的補班日 也都以平日收費為標準 另外各大餐飲集團補班日的 收費標準則不統一 新夜日式料理 平日假 麻辣火鍋 假日假 吃到飽的想想 平日假 飯店把費部分 含設探索廚房 洗來燈十二廚 以及金華酒店 博力廳都算假日假 因為補班補課已經很辛苦了 然後用餐你還要再以假日的價格 來支付的話 我覺得不太合理 補班日到底是以平日計價 還是假日計價 在進店消費之前 就要充分地先告訴消費者 有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今年高達六個補班日 不少行業收費都有分平日或假日 補班日如何收費 業者還是要主動告知 才能避免衍生後續糾紛 就有王志文 楊宗宴台北報導